黄埔军校的诞生 应该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 一个独特的一个世界 尤其在今天 大家应该掀起手来 共同这么把海峡两岸的事情 做得更好 为祖国的早日和平统一 贡献我们的力量 黄埔军校 是中国近现代史上 著名的军事学校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被誉为将帅摇篮 作为黄埔一期学生的王连庆 在抗战时期 曾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 九十四师师长 八十五师师长 第十四军副军长等 参加过中条山战役 中国远征军负免作战 及玉香桂会战等 1949年8月27日 随邓昭音等11人 发表相关起义声明 1950年1月加入民革 我叫王文信 那么我父亲呢 就是叫王延庆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 第三大队的学员 那么我父亲呢 就是起义以后 1951年 从北京分配到江西 当时是由国务院 任命回江西省任命政府参事 所以我父亲来到江西以后呢 我以1958年 在南昌出身 南昌出身的时候 一直就跟随着我父亲 一直到达四世 是我在我父亲身边 王廉庆之子 王洪新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 回忆成 父亲在他13岁时过世 生前所讲长篇大论的故事 都与黄埔有关 其中 父亲陪同魏力皇 去延安资助共产党抗日的故事 让他记忆深刻 这是我父亲的部队 原来长期住在在荷兰免资 曾经就通过免资 他就渡过黄河的时候 经彭德怀介绍 当时我父亲就陪同魏力皇 去过延安 去延安的时候 当时带了一些强制弹药 包括一些资金 支付共产党抗日 这个我父亲讲的 这个印象非常之深 王洪新回忆说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仅有一条军坛 见证往昔岁月 据他介绍 从宝山保卫战开始 这条军坛伴随着父亲 度过了抗战年代 艰苦的日日夜夜 如今 王洪新把他捐赠给 黄埔军校纪念馆 经过广州市国有博物馆 藏品征集相关程序 确定为三级文物 参加远政军 远政军在云南 岛三一带抗日 所以后来这个 我父亲唯一留下的 在云南岛上 就留下了一个军坛 所以这个军坛 后来我就考虑到 去年我就捐给了 这个黄埔军校 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很欣慰 是吧 因为我们放在这里的话 就没有对大家 进行一个传统教育 如果我确定把它放在 黄埔军校 相当有更多的人 可以看到 包括中国当时抗战的 实物 王洪新回忆说 父亲每每讲到 黄埔军校都很动情 这些年 他也一直在搜寻 整理父亲的黄埔记忆 一个就是 我父亲当年 所留下的一些发言讲话 包括一些信件 尤其是这个 有这个魏力皇将军 这个李其中 他给我父亲的两封信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父亲当年 参加民革和政协的书籍 另外我们收藏了 黄埔军校的门卷 还有国家发现了 黄埔军校的邮票 这代表我们后代 对黄埔的这个 精神的传神 2024年 是黄埔军校 建校一百周年 天下黄埔一家亲 在王洪新看来 黄埔情缘是天然的 割不断的 在当下 黄埔的后代 更要弘扬黄埔精神 寻求共通点 助力海峡两岸 更好地交流 作为现在好多年纪的 一个人是要多举办一些交流会 首先要把黄埔军校的历史 传承的这些东西告诉他们 尤其在今天 自己在各自的岗位上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当然我们是二代了 还有三代甚至四代 我希望呢 就是我们大家 应该共同携起手来 为祖国的早日和平统一 贡献我们的力量